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首先要与你一起来分享一段 神的恩典话语 今天 我们分享的话语在以西节书 四十一章第七节 这围殿的旁屋 越高越宽 因旁屋围殿 悬叠而上 所以越上越宽 从下一层 由中一层 到上一层 亲爱的朋友 作为一个基督徒 能够在平地上持驱 不该就此知足 我们还应该力求登峰造极 在山顶上 露珠是何等的光明美丽 空气是那么的清净新鲜 其上的居民是何其的优异清高 他们一推开窗户 就可以望见那新耶路撒冷 有名的布道家 四不真 曾经写道 有多少信徒 甘心乐意地过着 矿工一般的生活 终日不见天日 他们的脸上 圆该高着天上的喜乐游 可是却终日抹着泪珠 他们圆该在宫殿顶上散步 欣赏笛巴嫩的美景 可是却满足于牢狱中的枯萎 醒来吧 信徒们 离开你的平地 努力向上吧 丢去你的倦兰冷 以及一切拦阻你向上 追求基督的重担 让基督做你的源头 你的中心 要让他在万有上 居守卫 不要满足你目前所有的 要渴望一个更高更贵 更丰更负的生命 向着天 追求更亲近神 米勒也说 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 真是尽我们所能地活着 我们留恋在平地上 因为我们怕攀山越岭 山城的崎岖 俊俏 寒了我们的心 因此 我们终身耽搁在 雾骨中 从不会了解 山顶上的家境 啊 宽容自己的损失 是何其大 只要我们肯决心 登高寻求神 前面有极大的荣耀 和祝福 等着我们 亲爱的朋友 求神帮助我们 跟随圣灵的带领 向高出行 我尽知名 我尽知望高出而行 灵性地位日日高尚 我行天路 又是软弱 求主 祝福祝旗路 乐斤 祝福祝 祝福祝 使我建立 引心 残在 树林 高人 使我 祝日 所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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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小就赎安圣经 从1892年开始 他就写作福音诗歌 他一生中共写了五千多首的圣诗 在福音诗的写作上 占有重要的意思 这首《向高出行》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圣诗之一 这首诗歌是露营步道会最爱选唱的诗歌之一 它带领许许多多的会众走向灵命的高峰 本诗歌是由盖布尔普曲 他也是一位多产福音诗歌家 曾被誉为福音诗歌之王 他曾经对他母亲说 他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以作曲闻名于世 可是他的母亲却回答他说 孩子 我宁愿你能作曲助人 胜过做美国的总统 盖布尔的作品总计约有八千多首 是一位非常蒙神祝福的作曲家 亲爱的朋友 愿今天这一首《向高出行》 能够帮助我们 在每一天的属灵生活当中 能够日日高盛 能够不停地祷告 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日高尚,我行天路有时软弱,求主付出几路乐迹,求主付出使我坚力,因心赞在树林高人。 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旧知往日有尽无退,世上时有一缕有尽,非我黯然,求主之说。 别人或愿,共识旧局,我为主目更美之处,求主付出使我坚力,因心赞在树林高人。 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旧知往日有尽无退。 祝福出使我坚力,因心赞在树林高人。 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旧知往日有尽无退。 我必上山,长长几处,进入天堂,涌化美景。 祝福出使我坚力,因心赞在树林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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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旧知往日有尽无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节 我寻找他 尽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亲爱的朋友 神常常喜欢在赐给我们信心以后 用持延的方法 来试炼我们的信心 他常常容忍他的仆人们大声地呼喊着 却不去回答他们 他们推着门 门却依然丝毫不动 好像门键上长满了铁锈一般 他们像耶利明那样哀呼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 一致祷告不得透入 许多忠信的圣徒们都曾持久不变地耐心等候 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答复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祷告不够迫切 也不是他们的祷告不蒙越纳 乃是神喜欢这样 神是天地的主 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赐恩给我们 如果他喜欢让我们忍耐经过试炼 为什么不可以呢 彭纳说 没有一个祷告会虚耗 我们的祷告 神从来不会不答应 或者不注意 有许多事情 我们以为被拒绝了 实在只是迟言罢了 主有时延迟他的救助 为着要试炼我们的信心 催促我们的祈祷 船被波浪掩盖了 主耶稣却仍睡着 但是在传承以前 他自然会醒过来的 他睡是睡 却从来不会睡过度 在他没有太迟了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 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恒切祷告 灵力合一 过一个得胜的灵力生活 十字架上与主同时 同藏皆同苦荒 如今一同升到天上 我这不暂时我 住住里面 灵力一切 当主所看 说主所说 求主所 求作主所做 祝福音 祝福音 祝祝里面面画一切 爱祝说 又祝说了 又祝说 又不祝说了 祝起我心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 只愿阻止成就 不是自己奢望什么 只愿主化成就 祝祝里面实现一切 听主说许 信主说许 爱主说许 望主说许 朱华弥彻 我与世人痛苦一恶 人在主内痛苦 不是自己单独追求 也爱的世界里 祝祝里面面画一切 空气和一恶切发高 灵力和你爱的痛苦 祝你一恶切发高 灵力生活这首顺诗 是二十世纪初叶 中国著名的奋心步道家 宋尚杰博士所写 灵力生活是他感人的心声 宋尚杰生于福建的新化县 他父亲是收入匪薄的传道人 少年时他常随父亲四处步道 他学业成绩卓越 富及美国 获得理化博士学位 后来他进了协和神学院就读 但觉得新神学派过分推崇理性主义 他虽然潜心研究各宗派 仍感到人生虚空 1927年春天 他得救重生后 因行进大大的改变 被送往精神病院住了半年 1927年10月 他在反国途中 将多年辛勤所获的博士文凭 以及美国科学会 颁给他的荣誉徽章 一把金钥匙一起抛入太平洋 以表老我与主同葬 始至传讲福音 回国以后 他组建了巡回步道团 在全国及东南亚各地步道 复兴之火燃遍国内及东南亚 他在43岁时 因肺癌而安息主怀 在他为主做工的十五年中 千万人因他的信息而得救 宋牧师强调传道人 要被圣灵充满 他对罪的指责毫不留情 因此每次聚会 圣灵都大大动工 悔改信诸者 难以计算 这首圣诗 是由菲律宾的华侨 黄真茂配曲 黄真茂 原集是福建的古浪雨 古浪雨是个音乐岛屿 岛上家家户户飘扬月深 使培育音乐家的温床 黄真茂的父亲 是当地的名医 他的姐姐嫁给了蔡姓张姆氏 全家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 有许多人在师班师奉 1934年 黄真茂就读于菲律宾国立大学 音乐院主修作曲 毕业后 历任数个华侨合唱团的指挥 1963年 他与华裔基督徒成立了雅歌团企 推动圣乐施工 屡次举办圣乐大合唱 东南亚圣乐会议 提升圣乐水平和促进交流 他也常为宋尚杰 赵军颖 石心我 季之文等牧师的诗词配曲 他的盛曲 旋律 柔美动人 数十年来 他所作的艺术歌曲 《爱国歌曲》 《灵歌圣乐》 有五百多首 1943年 日军南清 菲律宾岛 沦陷 人心恐慌 他作了一首圣诞长永曲 以马内力 以安慰基督徒 这是一部超水准的作品 全曲共有十二首 主题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首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顺经章节》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 你要击打盘石 从盘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亲爱的朋友 神为什么要摩西用杖击打盘石 然后才会有水从盘石里流出来呢? 要知道神的用意乃是要先将他所重用的人和物 都击打过 神所最重用的人和物 都是先被击打得粉碎的 因为神所悦纳的记 乃是忧伤痛悔的心 雅各属天然的大腿窝 在毕罗以勒扭了 神才能给他属超然的能力 摩西用杖击打盘石 才有水流出来给口渴的百姓喝 积淀和跟随他的三百精兵打破瓶子 打破自己 他们的火把才能使他们的仇敌净乱 以斯帖在一个异邦宫中冒死为例进去见王 才得以拯救他本族脱离灭亡 我们的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必须先把他们剥开 然后才能叫五千人吃饱 玛利亚打破他那智贵的玉品 才能够叫屋里充满香气 主耶稣宝贵的身体 必须被荆棘 钉子 枪毛刺得粉碎 他里面的生命 才能像活水一般倾倒出来 给口渴的罪人喝 亲爱的朋友 一粒麦子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亡 才能结出无数的子力来 所以我们才会看见 无论在历史上 传记上 植物上 属灵的生命上 神必须剥开打碎一切人物 然后才能重用它们 所以财物受了击打 己的生命受了击打 志愿受了击打 美丽的理想受了击打 地上的名誉受了击打 爱情受了击打 健康受了击打 所有受到这些击打的信徒啊 你虽然被人轻视 被人弃绝 圣灵却正抓住了你 要用你叫神得着荣耀 你愿不愿意呢? 以赛亚书33章23节告诉我们 瘸腿的把略物夺去了 你是否愿意干干心心做一个瘸腿的来夺取略物呢? 许多神重用的仆人 都经历到完全破碎的光景 同样 我们若不经过绝望 很难甘心顺服神的代理 1875年的某一天 芬尼克罗斯比走访了杜恩 当天他们谈论到了清净主以后的喜乐以及蒙恩 芬尼的心里突然灵感涌出来 就写下了一首歌词 而杜恩也欣然地为之谱曲 这首歌曲就是《我乃属耶稣》 芬尼这样写道 我乃属耶稣 以闻主声音 道主爱我何等生 今求赐大信 向天路直奔 常与主相敬相亲 恩坐前祈祈祷 与我主亲近 似良友亲密相交 心喜乐难言 贞得福无尽 圣华焰美味佳肴 副歌唱道 亲知尽知 日日敬呼主 道主受死保价前 亲知尽知 日日敬呼主 来到主流血身旁 亲爱的朋友 芬尼·科罗斯比 他虽然双目失明 但是 嗅觉 听觉和触觉 却非常密锐 童年的时候 他常常爬到树上 倾听鸟鸣 风吹树叶 以及发出各种不同的 自然界的声音 他曾经求告神 使他能看见 他的母亲 也带着他到处走访明依 最后决定 去纽约看一位眼科权威 盼望能够借着手术 恢复视觉 他们满怀希望的搭船前往 但是医生检查以后宣布 没有复明的可能 在归来的途中 母里两都心碎了 芬尼祷告神说 上帝啊 像我这么一个瞎子 没有事可做 主啊 我是属你的 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 不论什么样的事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海水打着船弦 有乳浪花在歌唱 鼓励他不要丧胆 突然他的心眼被打开了 他的心中听到了一个歌声 我会给你一个工作 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 于是从此以后 他不再自怜自卑 因为他知道 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劝勉 芬尼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他常与祖父母为伴 祖母常为他讲解圣经故事 有一次 祖母为他讲到彩虹 是神人立月的表迹时 试图解释那些彩色 芬尼的心眼 以音乐来代替彩色 淡的是高音 浓的是低音 彩色间之阴影 则是高半音和低半音 芬尼有着过人的记忆 能记下诗般所唱的诗歌 他十岁的时候 靠着记忆力 能引用新约四福音 旧约的头四卷书 以及诗篇和真言 十五岁的时候 芬尼进了盲人学校 除了数学 各门学科都成绩优异 尤其擅长写诗 文明全项 被当作最聪明的学生 有一天校长劝他 不要天天写诗炫耀自己 人的赞赏固然好 但蒙神的喜悦更为重要 因此禁止他三个月不要写诗 免得过于骄傲 不久 国会议员邀请优秀盲生 列席议会 芬尼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选芬尼朗诵她的诗 她精神抖擞地走到台上 在总统和政坛要员面前背她的诗 声音颤抖 她求神扶持 声音就有力起来 背诵完了以后 爆出了热烈的掌声 全场起立 回到旅馆以后 她感谢神给她的荣誉 远超过她所想所求的 芬尼荣获美国历任总统的关爱 她的圣诗也成为亿万人的祝福 如果她没有失明 也许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神加倍地祝福了这个残而不费 不埋怨 顺服地把自己交给主的芬尼 使她比一个健全的人做得更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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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 是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一节 是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一节 不要心怀不平 亲爱的朋友 不要心怀不平 这是神的命令 和不可偷盗 一样是神的命令 现在让我们替心怀不平下一个定义 到底什么叫做心怀不平呢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定义 就是心怀不平是平面上起皱纹 摩擦或者消磨 一个乖利的无理性的吹毛求辞的人 不但消磨自己并且也消磨别人 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 这是有害的 神不要我们自己伤害自己 普登曾经告诉我们 医生能告诉你 发一次怒对身体的损害 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 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 不能得到康健的身体 因为我们知道 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 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 让我们服从神的命令 不要心怀不平 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心怀不平呢 我们试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不知足 就容易心怀不平 自寻烦恼 致自己与寡欢的近乎 有许多时候 我们默示了 能歌能唱就是神的赏子 有时更吝隙于把自己的歌喉献给神 有一位画家名叫黄美莲 他出生在台湾的台南时 因为接生医生的舒服 使得他的脑神经麻痹 肢体活动无法做到随心所愈 他的父母带他四处就医 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当他五岁的时候 医生宣判他 终身残障 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他深信 上帝是慈爱的 全能的 出于神的 一切都是美好的 于是他的父母坚信 每年是天父赐下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也是美好的 于是他们帮助他站起来 教他独立 靠着父母的帮助 也靠着自己的努力 黄美莲从一个不能唱的脑性麻痹患者 成为一个善于画画的画家 他自己做了一首歌 如果我能唱 黄美莲他自己虽然不能够唱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障 和心怀不平埋怨神 反而在他的内心深处 希望向神唱出感恩之声 亲爱的朋友 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 如果我能唱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 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 如果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 另外一首歌 让我开口成一首歌 让我能唱三首歌 而只要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 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爱 没时刻你的手牵你我 你此爱是我开怀 天上的绝好 会唱的人们的 你本不愿带我 歌颂上的无比之悲 我愿有爱情 我愿用心动力 我愿意 这发自内心深处 最美的声音 我真爱你 我真爱你 我愿意 你的首歌 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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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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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上帝无比之美 我愿有爱情的意义 我愿用心的意义 这法子内心深处 最美的相依 我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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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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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用自己的心向神献上一首感应的歌 这首诗歌是由王丽玲铺曲的 王丽玲她因为肌肉失控 在她刚刚入学的时候 不能够握住笔 不能够写字 全靠母亲的扶手相帮 但是一年以后 她就克服了这个困难 当她二年级的时候 老师发现她有美术的天分 这个发现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心智正常 活力充沛 但是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而且不能够清楚地说话 陌生人一见 以为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或是白痴 她曾经愤怒地责问 上帝为什么不医治她 当时神没有回答她 但第二天 她在一家店的墙上看到一幅字 别强求生活顺利平易 应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她知道上帝回答了她 于是她走出了自己的心灵阴霾 不再视自己是残缺的人 因为真正残缺的人 是心理上的残缺 没有自信和信仰 1978年 广美联随着父母移民美国 她父亲训练她单独搭公车 往返各处 三年以后 她克服了语言文化上的障碍 进入加州的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 攻读心理学和美术 先后获得学士 硕士和博士的学位 成了一位出色的画家 她用绘画来阐述生命的精髓 她的作品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挥洒出她坚强的气质 对人性的认知 也间接地道出 她的信仰和对人类的希望 她用心灵和感受 去捕捉 自然界 溃粒景色 瞬间的变化 黄美莲 黄美莲虽然说话艰难 需要人传语 肌肉运动也不协调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难处 但残障不能够击倒她 她说 让生活有趣 极有意义 是自己的责任 怨天尤人 是浪费精力和时间 1993年 她毅然放弃了美国对残障人优厚的福利 资深返回台湾 过一个独立的教学生涯 她在四所大学讲学 置有自己的房屋和办公室 经营美术品 为不同的残障组织和机构筹款 教小朋友们绘画 举办画展等等 在省的代理下 黄美莲是一个 残而不废的成功者 首先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章节 在旧约的创世纪 39章20到23节 把约瑟下在尖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 私欲就把尖里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 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烦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长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亲爱的朋友 每当读到创世纪的时候 约瑟的遭遇就成为一个神做工的亮点 如果神应许我们 因为侍奉他的缘故 被下在尖里的话 他必与我们同在 这样 监狱返程了世上最幸福的地方 约瑟知道这个 所以他在监狱里 并不愤懑 并不沮丧 也并不反叛 如果他有一点点不甘心的表示 私欲也绝不会这样信任他 约瑟甚至连一点自怜的心也没有 让我们牢牢记住 什么时候我们容让自怜的心进来 什么时候我们就完了 约瑟把所有的事情 欢欢喜喜地交托神 所以私欲把所有的事情 交托约瑟 主耶稣啊 当我被囚在监狱的时候 也求你叫我能信靠 能喜乐 求你借着我在监狱里 也完成你的工作 盖恩夫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我已经学会了喜爱黑暗 因为处境越黑暗 主的脸越光明 亲爱的朋友 在《使徒行传》中 曾经记载了 当保罗和希腊被关在监狱中的时候 他们就在狱中唱诗赞美声 当时监牢的门自动打开 因着这样一件神迹 保罗和希腊就带领了 禁足全家信主 约瑟他在狱中结盟 而后做了全埃及的宰相 使得以色列的全家 免于饥荒 这些都是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 苦难常常是自己或他人 祝福的前奏 亲爱的朋友 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景况底下 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得胜 因为有了主耶稣 我们就有了一切 下面我为你介绍 加拿大诗人费斯通做的 主耶稣我爱你 祝福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主耶稣我爱你的作者》是费斯通 他是一个加拿大人 在他得救信主的时候 为了表示他对主的感恩和爱诚 他写下了这首诗歌 当时他年仅16岁 他将原稿寄给他的姑母 经他的鼓励以后发表出来 后来圣诗的编辑曾经屈信向作者的姑母求证 他的姑母告知 当年的手稿以为家族争吵 当作传家宝 为这首诗歌谱取的是美国金星会的牧师高登 1870年 当他在伦敦一本圣诗集上 看到这首诗歌 对原来的谱取不甚满意 经过不断的祷告和默想 做成了今天各世纪 一致采用的曲谱 伴随这首美好的诗歌 还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有一位圣公会的会读曾经写到 有一位年轻著名的女演员 有一次他在大城市中 经过一个门户半开的房屋时 看到门旁踏上 躺着一个脸色苍白患病的少女 他就心怀怜恋 上前去慰问她 想不到他自己反而被那生病的少女所安慰 那女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她对病痛的忍耐和对神的顺服 使她的灵力得到了满足 在交谈之中 女演员发现她自己所拥有的 都是战士的 虚伏的 因此内心常感到空虚和苦闻 而这位躺在病床上的上午 虽然被疾病所缠没 却从主得到喜乐和平安 那少女力劝宁远言 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 结果她竟然接纳了 而且从此以后 生命也就有了改变 她意识到 灵命与生活有关 而演绎生涯 使她难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因此她决定改行 她的父亲是戏院经理 而她又是众人羡慕的当红隐心 她的离去 必然会影响整个票房的收入和营业 她父亲对她的请求竭力反对 她深爱她父亲 也不愿弃之不顾 可是她更爱主 最后她答应父亲做当晚的演出 那天晚上 戏院里面高棚满座 开幕以后 她悄悄地走到台前 当掌声停止 灯光照在她美丽的脸上 她开始唱 主耶稣我爱你 全体观众震惊 而且受到了感动 从此 她走出了舞台 她父亲也在她的感化下 不久也相信了主 他们父女同工 带领了很多人信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 神的恩典话语 在新约的加拉太书 第五章十四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朋友 我们信了主以后 依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就我们的内心而言 我们已经有了改变 有一般信徒 他们本来是为自己活着的 有自己的盼望 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们在祷告中 求了一些他们自己 所不明白的东西 主就开始成就他们的祷告 他们求一个痛悔的心 主就给他们悲哀 他们求圣洁 主就给他们剧烈的痛苦 他们求谦和 主就打碎他们的心 他们求对着世界死 主就消灭他们一切的盼望 他们求向主 主就放他们在炉中 坐下如炼镜的银子 直到他们反照出 主的肖下来 他们求主的十字架 主就给他们十字架 他们所求的 他们自己并不明白 但是主就照他们所求的 允准他们 其实他们未必愿意跟主 走得这么远 与主接触得这么近 他们的心充满了惧疤 好像雅各在伯特里一般 又像门徒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以为是鬼怪一般 他们几乎会求主离开他们 他们觉得顺服比受苦容易 坐比放容易 背十字架比挂十字架容易 但是那时候 他们要想退回去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他们已经走得太近了 十字架的功效 在他们里面已经刺得太深了 主向他们成就了他的应许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人来归我 渐渐的 十字架的奥秘 一天一天光照他们 他们看见他被高举 他们看见他得荣耀 他们看见一点 前进一点 最后 他们竟变成了他的肖像 从他们的身上 世人看见了他 因为他住在他们里面 他们与主 发生了难以形容的交情 他们甘心舍弃别人 所宝贵的合法权利 为要见证他们不向别人 指向他们的主 如果让他们自己选择 他们一定不会这样选择 他们会在这个世界上 多得一点荣耀 在神国里 少得一点荣耀 他们会得到 罗德的命运 而不会得到 亚伯拉罕的前途 如果他们在半途上停住了 如果主放一放手 让他们退回去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会失去呢 因为他们知道 在复活的时候 要受到何等大的损失呢 但是我们的主保守他们 甚至违反他们的本心 来保守他们 多少时候 他们的脚滑跌了 但是主用他的慈爱 扶起他们来 让他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受苦 能叫他们在神国掌权 在地上背十字架 能叫他们在天上戴冠冕 亲爱的朋友 当你背起了主的十字架 主就要用他的生命 来影响你 在世人看来 背十字架的痛苦经历中 主要将那天上的平安喜乐 嫁给你 下面我们来听 克里芬所做的 保驾轻盈 在主保驾轻盈中 我愿离顶脚杆 好相望我愿心心骨 投尽盘是阴影 有相望也心风俱出 长途西间两亭 到此地心心骨 到此地心骨 天头装灯 用力万富千尘 山上庄严的石桥 我长居民地 在主保驾轻盈中 在主保驾轻盈中 如今就出手不尽下 如今就出手不尽下 为我忍受死报 为我忍受死报 如今就出手不尽下 为我忍受死报 如泪满宏存心将烈 又问我忍受死报 如今就出手不尽下 如今我愿不赚 如今 Antonio 如今ジャ 如今dừ 如今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 神特别重用了许多女诗人 写下了许许多多的圣诗 本诗的作者科利芬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这首保驾轻盈 也被许多圣诗使家认为是十字架的圣诗中最好的一首 科利芬是长老会的信徒 他的父亲是苏格兰的警长 母亲出自民门 他从小就双亲造势 但是留给三个女儿足够的财产生活 科利芬自幼就好学闲进 整天埋首在书堆中 他热爱创作 但是生前却从未发表任何的写作 他的作品只是用来和好友分享 科利芬虽然身体虚弱 但是他个性开朗 乐于助人 经常资助评估 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 他们称他为阳光 有人比喻 当他进入房间的时候 好像一只照明的蜡烛 使人觉得满屋生辉 而他离去的时候 就好像肘光熄灭了一样 这首保驾轻盈 坐于1868年的夏天 当时科利芬正在研读 万古磐石作者 图莱德的生品 这首诗原来有五集 好像五幅连环的动画 逼真动人 但现今的圣歌 一般采用其中的三集 这首诗歌由梅格谱取 梅格是19世纪 英国著名的风琴诗 终身在各教会私请 并指导诗班 他作有大和唱曲 以及许多的圣诗曲谱 科利芬一共做了八首圣诗 都是取材于圣经的经文 在他去世以后三年 他的作品被陆续刊登在 苏格兰长老会的杂志 家庭宝藏 科利芬做了一篇 九十九阳 也被刊登于该报上 1874年的时候 孙姬读到了此诗 非常喜欢其中的词句 在那天晚上 穆迪的布道会上 他的讲题是好牧人 当穆迪讲完道之后 请孙姬读唱一曲 圣灵感动孙姬 拿出口袋中 九十九阳的诗歌 走到风琴旁 极心奏唱 穆迪和惠众都被感动得泪下 这首诗歌 也成为孙姬作曲中 最有名的诗歌之一 也是他常唱的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经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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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今天要与您一起分享的 《顺经章节》 在新约的马可福音 十五章二十一节 有一个古离奈人 西门 从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在天使 鬼魔和人的面前 创造天地的主 为了人们的罪 亲自背了十字架 向各个他而至 他在园中 一夜未睡 额上挂着血滴 身上带着 身上带着鞭上 哪里还有力量 去背那沉重的十架呢 可是 人们的心 多硬 没有一个 体恤他的 让他 独自去挣扎 连他的门徒 和跟从他的人 也是 如此 只有一个西门 被人勉强了 被动地出来 替他 背负一程 这个西门 是谁呢 是不是 耶稣的同胞 手足西门 不是 那时或许 他还没有信主 是不是 那个请耶稣 作息的法律赛人西门 也不是 他只能 请人所欢迎的耶稣 他不能同情 人所厌弃的耶稣 是不是 是伯大尼 那个长大麻疯的西门 不是 他只能在家里 款待住 是不是 十二个使徒中间的 一个奋锐党西门 也不是 此时 他不知 逃往何处去了 那么 必定是 甘心 同受死的西门彼得了 岂知 也不是 他连在 使女面前 都不敢认主 怎敢在众目之下 替主 背十字架呢 那么 是哪个西门呢 哦 乃是 乃是与主 乃是与主 一无弃义 友谊 师徒之仪的 古离奈人 西门 今天 我们真像 那些逃走的西门 我们只愿 受主的恩典 降主的爱情 听主的训言 得主的赏赐 而不肯背主的十字架 十字架一来 我们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西门起初还不愿背 可是 他一看见了主 就被主的爱 所融化了 就毅然背起主的十字架来 他所花的力气 并非白花的 我们相信 从那一天起 他也信了主 他今天 已在荣耀里 不止他一人得救 他的一家 都得救了 他的儿子 亚历山大和鲁福 并他的妻子 都成了主中心的门徒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学习 鼓励那人西门 被主的爱 所感化 毅然背起 主的十字架 我们来听这首 《以赴十架》 耶稣我已扶起十架 别下一切水族行 愿受极寒空天一气 爱主管这道众生 舍了重见 主伴失望 换受心就换受义 主以天堂来 为我有 我的精密和付出 当从恩典奔向光荣 祈祷为一心为盾 用神光明朝你面前 上主亲手引你心 传言万了世间奔纷 勾了你可苦时光 望遍万行道遍颂扬 心便监住爱永长 耶稣走向了各个他 他的亲友 他的门徒 都远离他 没有一个人 肯带他 背那沉重的十字架 而古离那人西门 虽非自愿 但他看到主 被主的爱所感化 毅然背弃主的十字架 我们曾否逃避 背当背的十字架呢 《义父十字架》 这首诗歌是赖特所作 在一个盛大的主日学周年庆典中 讲员临时有事缺席 一时无法找到替代者 主席只好不断地唱诗 学生们渐渐地不耐烦 于是他请学生们自动上台 背诵金句或者唱诗 在寂静片刻后 有一个犹太男孩走上台去 他大顺地唱 耶稣 我已负起十架 撇下一切随主心 愿受饥寒 困品 遗弃 爱主 贯彻到终身 他振颤的歌声 振奋的全场 他告诉大家 他父亲对他说 若再去主日学 就不准回家 他唱此歌 表示决心跟随主 他半功半度地 开始了新生活 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人 他的独身爱女信了基督教 按照犹太人的风俗 是要赶出家门 在他二十岁生日那一天 他父亲广艳亲友 西迁宣布 这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他再不放弃基督教的信仰 他将失去所有财富 被逐出家门 断绝父女关系 他女儿听了 从容地走到琴旁 边弹边唱 以赴诗讲 唱完以后 他和父母亲友告别 只带一本圣经离架 以后 他一生在平民中传扬福音 海思有一首诗歌 《意外的石架》 叙述西门带主 背石架的故事 顾明明姐妹将它翻译如下 古离那人西门 站在主的石架下徘徊 追想他在那一天的遭遇 他在嘉越山路旁 观看历史的巨变 突然 一个罗马兵丁前来 强迫他带耶稣背石架 走那崎岖山道 西门惊讶地发现 所有的不便与重担 竟然是神救赎世人计划的一部分 有时 我们也必须背负一个意外的石架 爬越那忧伤艰辛的山林 纵使它使我们极其痛苦 并且付出极高的代价 那意外的石架 却隐藏神的心意 所以 朋友 如果你也被迫 去背一个意外的十字架 请记得 这是神在你身上 美好的旨意 有一天 当我们在天上 与主面对面时 我们就会完全明白一切 海思在21岁时 就开始了他专业演唱的生涯 早期他参加福音歌唱团 在美国及加拿大各地演唱 继而加入欲满全球的合唱团 十四年来到处寻回演唱 习惯团体生活 两年前 在神的呼召下 他转为个人旅行歌唱步道 刚开始 颇不习惯 旅行独宿时 深感孤单 继而想到 有主同行 就不再寂寞 他经常被迷目及步到家 邀请在聚会及电视中献唱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章节 在以赛亚书41章第15节 看哪 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凉的新器具 亲爱的朋友 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 一条纸五块钱的钢铁 如果做成体铁 可以卖十块钱 如果做成细针 可以卖三百五十块钱 如果做成小刀 可以卖三万两千块钱 如果是做成钟表上的发条 可以卖二十五万块钱 但是 一根钢铁要值到这许多的钱 就必须经过多少的锻炼锤打 钢铁越是经过锻炼锤打火烧琢磨 九月时之前 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愿这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 坚默 安静 坚韧 因为 受苦受的最多的人 尝试结果子 结的最多的人 因为我们的苦难 能叫神得到荣耀 叫人得到祝福 亲爱的朋友 叶绍嘉敬师母 做了一首《生命的执着》 来表达他和叶洪光牧师 共同的心声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生命的执着》 《生命的执着》 你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我要 想你尽情的歌唱 想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你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节目 我要 一声紧紧的跟随 让你牵我走天路 祝我 为你治我的软弱 你治我最深的念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处 你亲手领我前行 除你意外 除你意外 在天我还能有谁 除你意外 在地也无所爱 我心渴望 我心渴望 我灵前路 在你荣耀同在中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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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你身中唯一的诗歌 你身中唯一的诗歌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你身中唯一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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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心渴望我隐藉乎 在你荣耀同在处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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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你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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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心渴望ہ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不忘心渴望我隐藏 神带领他们前面侍奉的道路 耶稣母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动 就是不要在安逸的环境中寻求神 乃是要凭信心走出去 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寻求神 神就会向他们泄明他的旨意 当年的十月 他们辞去教会的侍奉 1997年他们踏上了中国之旅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听到无数的见证 看到千万可慕基督的心灵 从一位病床上的宣教士分享中 读到了他的心神 大海中的道路 耶稣母就谱写了第一首诗歌 他本来主修钢琴演奏 作曲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 他安静在主前 灵修 祷告 清静神 这时神就将诗歌的旋律一手手地赐下来 他流泪 感恩 一一地弹奏 1997年7月 我新旋律 正式成立 七年来 他们制作了四片光地 激赠世界各地的索取者 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绝境 经济上的困窮 行政 录音等等的压力 使得他们几乎要放弃 有一天傍晚 耶稣母从录音室开车回家途中 无意中举目望天 看到太阳的光芒 透过朵朵的云层 射向了大地 她正惊叹大自然的美妙时 神开始对她内心说话 孩子 你看到太阳光芒射向 渐去黑暗大地时 所带出的盼望与能力吗 我就要使用你 为我摆上的音乐 射向人心的黑暗之处 叫听见的人 得着永恒的光 引导他们 走向永恒的道路 孩子 不要放弃 我必与你同在 直到你完成这功 她不仅热泪盈眶 体会到最困难时 正是最能经验神 真实同在的时候 耶稣母说 音乐只是传达讯息和生命的工具 若把重心放在音乐的表现上 很容易高级自己 音乐曾经是我的全部 大过神在我心中的地位 直到有一天 神要我把音乐完全放下 我仍然要释放它 因此 神在我身上 有了完全的主权 祂才把音乐交换给我 音乐不再是我的生命 它只是神放在我手中的一把剑 祂握着我的手挥舞 圣舞撒旦的黑暗 带领人进入神光明 荣耀的国度 我心旋律所带出来的音乐 带有浓厚的中国风味 使中国人能更容易地理会 并自然地进入对上帝的敬拜 他们希望能够借音乐为管道和工具 接通神与人的心灵 进而让神的灵 在人的灵里做更新的工作 其次 他们也希望成为传统教会圣师 古典音乐和敬拜赞美音乐之间的桥梁 在特色上 虽然现代敬拜赞美音乐的模式 带有一点传统圣师和古典音乐的氛围 求神来大大使用我心旋律 成为他福音的器皿 使用他的仆人 在传福音的时空上 有能力 有见证 成为多人的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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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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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章节》 在《菲律比书》三章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亲爱的朋友 有一位画家发明了一种奇异的红色颜料 别的画家没有一人能够模仿他 不久 这位画家死了 这奇异的红色颜料的秘诀也跟着消失了 在他死了以后 人们在他的心上 发现了一个老的创伤 这就显露了这宝贵色彩的来源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若不偿出代价 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功 亲爱的朋友 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讲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得救 重生以后 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以前我们要实现自我 现在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前我要的福知 仅要得照出 前我要的感觉 仅要出花语 前我要的恩赐 仅要存住 前我云霄一致 仅有主自己 永远告知耶稣 赞美出现 一切在耶稣里 因这是我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在耶稣里 因这是我一切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在耶稣里 因这是我一切 亲爱的朋友 今要主自己是宣信所作 他和作者的另外一首诗歌《唯独耶稣》都代表 主是一切 有注在一切之内 这两首诗歌虽然稍欠诗意 但却是真理和基督徒应有的切身经历 如果唱诗 能够聚 能够聚 出自肺腑 则是何等的可贵 宣信虽然写了九千多首诗 但却没有全部谱曲 他的诗多半是叙述信徒与主的深切关系 并且以主为中心 1873年 宣信因为加拿大寒冷的气候 对他的身体不适合 于是他接受了气候温和的美国肯达基州路易维尔长老会的聘请 他在该教会第一篇的信息是来自马太福音的17章第8节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日后根据那天的奖章写下了他的名作《唯独耶稣》 路易维尔长老会是该地最大的教会 有一次神光照他 他就彻底的认清 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 他没有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于是他把贵族化的教会向普罗大众打开 变成该成传福音的中心 宣信的一生都靠着信心生活 他终身体弱多病 他的疾病经常是靠祷告蒙神医治 并且在灵命中得到新的亮光和能力 因此他追求属灵充满和医治的恩赐 这个信念使他失去了许多的朋友 今要主自己这首诗写在他生命的第二个转机之后 当他对主说 主啊 我今撇下一切 悲弃十架 跟随你时 圣灵的喜乐大大的充满了他 他和神相连结 神的生命和荣耀住在他里面 他知道要顺洁不是单靠自己的更改所能做到的 而是靠基督住在他里面使他顺洁 于是他写下了这一首 主自己 开始了他对神真正的释放 他虽然不是音乐家 但他依靠主 常被圣灵感动 得到属天的顺势 那些诗歌不但曲调美妙动人 而且词句更能够发人深信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一段圣经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他们看见耶稣的荣光 另一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十三节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亲爱的朋友 你可以看见一幅图画 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 暗暗地上了高山 和他们在那里有一个极亲密的交动 他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只见耶稣在那里 感觉一队 感觉一阵汹涌的波涛 突冲进来 这些都是预长天上的快乐 主耶稣带着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多么少 这些人的艺术 亲爱的朋友 唐崇明牧师 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 他曾经 他曾经做了一首诗歌 《洁心爱主》 里面唱道 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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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 门徒们虽然深深地爱主 但也不免受到世俗的私心杂念影响 彼得曾有三次不认主 约翰和雅各期盼能够分坐在主的左右 犹大卖主求荣 多玛深信多疑 我们爱主的心也难免有渣子 唯有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成为合乎他心意的儿女 结心爱主是唐崇明牧师1983年所作 以求主洁净心灵 见察心意 开启心窍 增添心力 以既根心侍奉 借浩然之气 过一个荣神救灵之生活 愿主恩守保守 使用终身 以福音为荣的洁净器皿 表彰基督救恩实价之大能 然而 我们不单是要结心爱主 也要做和神心意的人 否则一切的侍奉都是图然 因此唐牧师又做了下面这首诗歌 就是和神心意 我不愿再许多此生 彼生一世无尘 多艘情味也流失 如今不能再共同 何生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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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心所处 让我今现上一生 已主凡便 为主凡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渴慕来做一个和审心意的人 唐崇明牧师他的英文名字意思就是完全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也是他侍奉的准则 他是唐崇平牧师和唐约翰牧师的弟弟 也是唐崇荣牧师和唐崇怀牧师的兄者 他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古浪里 童年随母亲旅居印度尼西亚 1961年他毕业于顺道神学院 应聘印尼的万龙福音堂 1964年担任牧师 该教会有成人会有近六千人 热心的拆船 新办学校 诊所 以及圣经夜校等等 1992年他获得美国的RTS神学院教募学的博士学位 于是创办了万龙神学院 以及福音协会 现在是该堂终身属灵领袖 并担任神学院的院长 唐牧师是一位有属灵恩赐的名牧 经常在国内外正当领会 裴林步道 他尤其有写作《圣月的恩赐》 已经出版的有书展灵意 和和神心意两集 共计有五十首 唐牧师把这些 作为他侍奉三十年的感恩计 献给神 每一首诗 所书写的心路历程 都发自内心深处 应感而生 这些诗歌 大半是在出外领会 舟车飞机上的心声 有些是沙滩尘步 会后感怀 枕上淫丝的感恩流露 也是为主所爱 在生命道路上 在生命道路上挣扎的人 而他往这个方向走 盼望文简 一该 深入浅出 把话说得清楚 词句 词句平易千百 他做的词曲 金圣乐家 黄整茂 叶志明 许路嘉 等配上优美的和音配乐 曲意盎然 使人唱来 流畅顺客 字幕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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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雅各对他说 我主知道 孩子们年幼娇嫩 牛羊也正在乳羊的时候 若是催赶一天 群畜都必死了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 我要量着 我要量着在我面前 各个仆人的心意 才安排他 才安排他们的行程 而且在这条旷野的路程中 以前他也曾经他也曾经过 以前他也曾经走过 什么地方崎岖 什么地方凶险 何处炎热 他都经历过 所以他对他们说 所以他对他们说 我要慢慢地 领你们前行 因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 海文格曾经说过 前面的路程 我们谁也没有走过 可是主耶稣曾走过 我们的前途 虽然茫然无所知 可是主都经过 这一层我们心慌意乱 那一层又是我们筋疲力尽 而接下来的一层 是我们干咳的舌铁牙闯 接下来的一层 又是我们喘不过气了 其实我们的主以前 都尝过走过 经上说 耶稣因走路困乏 种水冲烟他 却不能熄灭他的爱情 他所经历的苦难 使他成为最好的牧者 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他每时每刻地体恤我们 不让我们走一步 过于我们力量的路 前面一程 虽然有些难行 但是你尽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的主 他不是加力量 使我们得以安然过去 就一定是吩咐我们 突然止步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在前面引领我们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祂也知道我们的难处 接下来我就要为你介绍一首 神一路引领 这首圣诗的作者 他就沉蒙神一路引领 这首诗的第一节写道 阴凉的青草地 肥美的原野 神引领他儿女前行 清凉的溪水旁 供人能安歇 神引领他儿女前行 有时经过高山 正立日当空 神引领他儿女前行 有时经过幽谷 黑夜笼罩中 神引领他儿女前行 在副歌里 诗人写道 或经过狂波 或经深渊 或经烈火 全靠主恩典 或忧伤痛苦 主安慰我心 不论是昼夜 神一路引领 当一个诗人的金语 越是穷困 磨练 越是坚固 他的作品 就越是精脆感人 无数神的儿女 在人生的黑夜 或经历 红涛烈火时 都从这首诗歌 得到了许多的安慰 和激励 正如诗人告诉我们的 不论安乐 不论灾难 神一样带领和保守 他儿女前行 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自己唱这首圣诗时 都会情不自禁 热泪盈眶 这首诗使我悲喜交集 尤其是副歌 令人将安慰和感恩的心 在内心里交织成一片 或经过狂暴 或经深渊 或经烈火 全靠主恩典 或忧伤痛苦 主安慰我心 不论是昼夜 神一路引领 我想许多的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经历 神知道我们的耐力 知道我们的力量 祂带领我们缓缓前行 这首诗歌的词曲 是由十九世纪一位 无名的传道人 杨乔奇所作 他曾经是一个木匠 毕生默默地在一个 偏僻的小乡村里 做神的忠心仆人 全家紧靠着他微薄的兴奋 过着贫穷 简朴的生活 却丝毫无损于 他和妻子对神忠心耿耿地 侍奉 当杨乔奇夫妇 经过多年的心情和接触 终于有了一间 自己盖成的小屋时 全家都非常高兴 心满意足地迁入新居 可是没多久 当杨乔奇外出传福音时 有一些对他信息不满的人 放火烧毁了他的心物 等他回到家 只看见一片灰烬 这个不幸遭遇 使他写下了这首顺诗 他引用了约伯记 三十五章第十节 造我的神 祂使人夜间歌唱 亲爱的朋友 无论我们的景况如何 神都知道 祂赐给我们力量 祂引领我们 向前行走 关于这首诗歌 还有一个故事 盛世的作家里里纳 童年的时候跟随父母 从挪威移居到美国 由于生活不习惯 生活非常艰辛 幸好有一位良善的妇人 教她英语 给她读圣经故事 并教她唱圣诗 她最喜欢唱的圣诗 就是神一路引领 等过了四十年之后 里里纳已经有了 自己的音乐公司 她想到童年时 对她影响最大的这首诗歌 因此就想去拜访一下 诗歌的作者 当她知道 杨乔奇已经过世 而她的妻子 依然居住在 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 于是她就驱车 前往拜访 在路上 在路上 里里纳想到杨乔奇的妻子 如此的贫困 神把她带到如此贫困的境地 不知道该如何向她 齐齿拆好 谁知道 当杨师母高兴地看到有访客来 她就对 里里纳说 我们结婚的时候非常年轻 每一日靠神带领 她赐给我们美满的婚姻 乔奇被主接去以后 神带领我来到这里 使我在这里为她做工 这里有许多痛苦忧伤的人 需要安慰 我带领他们信主 使他们得到喜乐和平安 我非常感谢神 引领我来到这个地方 使我能帮助这个地方的人 里里纳听了以后 深受感动 她在杨师母的身上 看到一个完全顺服神带领的凯莫 你因清朝地和灯丰富天美 神带领她而逆前进 清凉的流水把我披肩洗去 神带领她而逆前进 多少世能雨 经过洪水 经过热火 单独经过雪 有人受苦处 神知她是个 黑暗和白走 神一样保守 有时在山上 心向美丽阳光 神带领她而逆前进 有时在黑夜 经过世音有故 神带领她而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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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tion群 来越阳灰 经过雪 有人受苦处 甚至踏实隔 黑夜和白昼 神一样保守 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圣经章节有两处 一处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 一处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亲爱的朋友 雅各在比鲁伊勒 初次经历了一个 以前从未经历的秘诀 抓住神 从那一次以后 雅各的信心就有了长进 他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的生活也有新的得胜的能力了 对待大卫 神也必须让他经过长期痛苦的训练 叫他知道神的全能 与信实 好使他的信心和敬畏神的心得以增长 因为这些美德 因为这些美德对于他将来作往是极其紧要 保罗 保罗所不断经历的困难 痛苦 危险 能教保罗学到 也能教全教会学到 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 这个伟大应许的完全意义 今天能够带领我们认识主 信靠主 向主知取无限恩典的 不是别的 乃是我们的试炼 亲爱的朋友 被压太重的时候 力不能胜的时候 靠近主 号教基督的能力 能够复辟你 下面请听这首 耶稣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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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耶稣我来 救你 脱离几里 尽容你完全 脱离平靠 尽容你仿佛 脱离罪恶 多见你上演 尽容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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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脱离捆绑 脱离忧愁 脱离黑暗 脱离疾病 脱离贫乏 脱离罪恶 脱离失败 脱离失败 脱离痛苦 脱离风波 脱离怨 脱离狂傲 脱离绝望 脱离败坏 里面有九个 进入 进入 进入自由 进入喜乐 进入光明 进入恩典 进入神的旨意 进入父家 进入安宁 进入庇护 进入称赞 有十六个 耶稀世 西级我 尊重 以欣赞 进入爱的父亲 这里 宜欣赞 敞 进入国 天佳 庆 进入牛 天佳 庆 进入肥一带 如同胱 脱离远ius rose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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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来 这是一首最受人欢迎的福音诗歌之一 作者史里伯 出生在美国的新罕部下州 史里伯神学院毕业后 先后在麻省以及缅因州公礼会教会幕会 他着重于福音布道 设立了三个新的教会 1876年 他回到麻省最初的教会幕会 直到他希老归主 史里伯的长子也是公礼会的牧师 他的次子是大学的音乐教授 女儿是波士顿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 史里伯还写了另外一首著名的圣诗 你必须重生 是尼格迪姆夜访耶稣的故事 这两首诗歌都是由史迪平普取的 史迪平有一首回忆录见证如下 他说1886年10月的一个夜晚 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市 有一位小学校长经过青年会 见门口许多人排队要进入会场 听到里面传出的歌声 你必须要重生 你必须要重生 于是他也进到里面 那天晚上 这位校长受圣灵感动 找到了救主 得救重生 归于主的名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 在西伯来书的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位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亲爱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听众朋友 伟人并不是奢侈造成的 乃是苦难造成的 有一个母亲 带了一个瘸腿 而又驼背的孩子回来 做她儿子的游伴 她曾警告她的儿子 要十分当心 不要用言语去伤害这位残废孩子的心 只要好好地和她玩耍 当她为一个普通的孩子 当他们玩耍的时候 她安安地偷听她儿子说些什么 过了几分钟 她儿子对她的游伴说 你知道你背上所背的是什么吗 小驼被大为受酒 答不出来一句话 她儿子继续说 这是一个装翅膀的匣子 有一天神要替你打开来 那时你就能像天使一样飞行 亲爱的朋友 有一天神必让每一个基督人看见 他们现在所反对的 乃是他所用的工具 为要叫他们完全 神要他们成为魔光的石子 好用以建造天上的电影 亲爱的朋友 神常常借着受苦难 使我们得以完全 也借着各样的环境 来磨练我们 拣选我们 下面我们就来听 远之明弟兄做的这首 他悄悄踏过 神也一样在床上 翻腾的一念不可一致 我轻护一身 耶稣 我轻护一身 我轻护一身 我顿时一片暗泥 我看到他一身万绿 却几时磅礴地逃过来 就不像风一样覆盖了我的身心 我轻护一身 我情乎一生耶稣 他勉强叫他无聊 我感到他一生女 却其实蓬勃地逃过来 脚步相逢一样覆盖了我的身心 那卑微酒躺平了我 那荣光酒舍服了我 那温情就恒惑了我 那生命就安息了我 那卑微酒躺平了我 那荣光酒舍服了我 那温情就恒惑了我 那生命就安息了我 那生命就安息了我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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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了 深夜仰在床上 耶稣敲 敲他鼓 深夜仰在床上 亲爱的朋友 他悄悄踏过 这首诗歌是远志明弟兄 在日本传福音的时候所作的 是邵家敬师母 发现以后为他谱得去 远志明弟兄出生在中国的北京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 1987年 他参加电视政论片《和尚》的撰稿 该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9年 在民主学潮中 他参与发起组织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六四游行 事后被开除党籍和学子 遭到政府的通知 先后逃亡至香港和巴黎 有一段时期 他常常感到得了天空 是了大地 自由的代价是何其的大 他失去了祖国 失去了故乡 远离亲人 没有根 没有理想 没有生活的支点 他白天忙着明镇的成立 和起草文件 深夜安静下来 心灵空虚彷徨 失落感 屡屡亲上心头 1990年 远之明弟兄 应邀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做访问学者 他参加了当地的查经班 他向往那温馨的气氛 他被他们对神的真诚 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所吸引住了 他为了寻找 这真诚爱的源头 开始认真的读圣经 他发现过去 他所崇拜的大哲学家 和思想家 是人的智慧 他们高深的道理 随着时日而为后人所取代 而耶稣的比喻 浅简 但他的智慧 是超过人的智慧 他的话语 亘古不变 同时 他体会到 要用心灵去读神的话 只有心灵与神相通后 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1991年4月28号 是他父亲逝世周年 原知名受洗 称为基督徒 他一年前 失去了地上的父亲 但是一年后 他却投入了 天上父亲的怀抱 原知名弟兄信住以后 他的思想被神光照 无法再接受世俗的哲学 在神的感召下 1992年6月 他毅然放弃 普林斯顿大学 安定的生活 而去密西西比州 进修神学 过生活没有保障 凭信心的生活 他对这个决定 从不后悔 心中更有 前所未有的喜乐 靠着神的大能 他能积极地面对 艰难的生活 学习和事业 他切实地感到 在对神的信赖 和与圣灵的交通中 他的灵魂世界在升华 人生境界在提高 目前他经常在各地 为主做见证 并任神舟船舶 总编导 他悄悄踏过 是远知名弟兄 在日本传福音的时候 住在一位传道人的家中 深夜入睡前的心灵经历 他当即 执笔一处而救 这首诗被选入 《信仰随笔》一书中 邵家静的师母 发现以后 就为他谱了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 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 今天的圣经章节 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这时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利未 坐在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 跟从了耶税 税吏 马太的奉献 是一个非常的奉献 它是一个税吏 有钱可捞 有事可疑 可是 主耶稣 只说了一声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税 这是何等 少有的事呢 主并没有给他 更高的职位 更丰厚的薪水 我们都非常愿意舍弃 如果我们能赚得更多 而马太却不忍 他明知 一跟从了这 拿撒勒人 耶稣 一生的功名 就此断送 而且还要遭人 侵蚀 可是 他情愿 跟从耶稣 这是何等 难能的事呢 马太 他跟从主耶稣 就是无形之中 承认 他以往生活的错误 而且 他以前的同伴 不免给他 许多难堪的 讥讽 吵骂 可是 他并不顾虑这些 他甘心 跟从主 这又是何等 不容易的事呢 他跟从主后 为耶稣 大败宴席 欢欢喜喜地 接待 他所跟从的主 有许多人 跟从主 是忍痛的 不得已的 也有许多人 跟从主 是印着景象 咬紧 牙关的 更有许多人 跟从主 是流泪 叹气的 能够心甘情愿 跟从主 亦是少有 而能够甘心乐意 跟从主 更是罕见 马太不止甘心 且是乐意 这是何等 可贵的事呢 主 今天 依然盼望 在我们中间 找到 马太 主耶稣说 我就是 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 永远不可 让我们一生 跟随主 我 我在 孤寂的路上走 无人对我 关心 沉重的 胆子 鸭剑头 使我 失望 难受 我 我 藏满 远对 主 说 为何 如此 待我 我就 听见 主 此声 对 我 说 当 我 走 角 里 山路 双脚 也 敢 比方 出事 假 如此 沉重 我 被 要 自 辅导 天路 可 要 要 忠心 明明 就 快 来 临 你 只要 被 请 释迦 靠近 我 神 要我们 撇下 所有的 去跟随 他 有许多人 半途而非 能始终 不遇 方式 蒙福的 信徒 跟随 我 这首 诗歌的 作者 是 史丹文 所作 有一次 他在宣教时 大会中 听到一对 从非洲 回美国的 年轻夫妇 做见证 数年前 新婚的 格乃伟夫妇 赴非洲 参加 医疗宣教的工作 刚刚到达 非洲的几个月 他们面临 极大的 挣扎 与试炼 葛医生 在家中的 起居室 为当地的土著 拔牙 治疗 溃疡 医治 他们的疾病 日复一日 他对土著们 无穷尽的需求 感到疲于奔秘 除了医疗上的照顾 他也向他们传福音 却没有一个人信住 令他十分沮丧 更令他烦躁的 使他的妻子 整天卧病 在他们简陋的小木屋中 他们完全失去了欢乐 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向神求告 主啊 救我脱离此地 让我回国 我会一样忠心地 在一个小教会释放 我在此地 是一个失败的宣教士 整天拔牙 治病 却救不了人的灵魂 我希望 妻子能够病愈 求你让我们回家 在祷告中 葛乃尾似乎清楚地看到了 祝耶稣那双带钉痕的手 而鲜血从伤口流下 祝对他说 我在耶路撒冷 及巴勒斯坦街上 也传过同样的信息 他们也没有相信我 你只要跟随我 把结果 交在我的手中 这个灰心的年轻人的灵魂 大得振奋 不久 他的妻子 也病痊愈 而且逐渐地 也有人信主 这一缕阳光 驱逐了他们周遭的黑暗 他们成为这一群 拆派的宣教士中 最成功的一对 史丹文被这个见证感动 回家以后 彻夜难以沉眠 清晨 他在泪光中 写下了这首 跟随我 跟随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西伯来话 叫各个他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 他自己也背着十字架 他也要求他的门徒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他 这里有一个 有关十字架的故事 记载在 信徒生活一撇 这本书里面 故事讲到 一个疲乏的姐妹 以为只有她的十字架 比别人的更重 所以渴望和别人的换一个悲悲 一天 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 他到了一个地方 在那里 横着许多十字架 有各种各样的 形状不同 大小不一的十字架 其中 有一个小十字架 形状非常美丽 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 这位姐妹一看见就说 啊 这个 背着一定舒适又漂亮 所以 他就把它拿起来 不料 他虚弱的体质 竟在这个十字架下面 正颤 宝石和黄金 虽然美丽 可是它们毕竟太重 他背不动 后来 他又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十字架 在雕刻的木架上 盘着美丽的鲜花 他想 这个一定容易背了 他就将它举起来 不料 在鲜花的下面 有许多尖锐的刺 刺痛了他的皮肉 这个也不合适他 他就在十字架当中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一个一个地试着 发现 每一个的十字架 都不容易背 最后 他看见了一个朴素的十字架 上面没有宝石 也没有雕刻 只写着几句 亲爱的话 他拿起它来 觉得这个是许多十字架中 最容易背的那一个 后来 他仔细地观察这个十字架 在阳光的下面 他认出来 这个十字架 就是原来 他自己的那个旧十字架 原来 这个旧十字架 就是许多十字架中间 对这位姐妹 对这位姐妹来说 是最亲 最好的一个 亲爱的朋友 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 是哪一个十字架 我们不知道 别人的十字架 有多么重 我们常常羡慕 有钱的人 他们的十字架上面 镶嵌着黄金 里面有宝石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这个十字架 有多么的重 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生活 似乎非常可爱 轻松 他们背着 盘着鲜花的十字架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在鲜花的下面 有许多尖锐的字 如果我们能去 试试别人的十字架 我们看起来 以为比我们 更轻的十字架 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些十字架中间 没有一个十字架 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这样适合我们来背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来学主的样式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 跟随主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主 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 上了各个他 我们也要效法 主的样式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接下来 我要为你播放一首 有关十字架的诗歌 歌名叫 古旧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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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释迦他欢 共义冠冕 主宝贵是指甲 乃是人双七十 我却仍为是神爱可怕 神爱自主耶稣 离其天堂荣华 辈子苦家总像个人吧 我爱高于世之宝家 世大才主才尖尖永远 我一生要背负世之家 此时加特欢 共义冠冕 此时加特欢 共义冠冕 亲爱的朋友 刚才你听的那首古旧诗价的诗歌 有什么感想呢 关于古旧诗价和他的作者贝娜 里面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 贝娜出生在俄海俄州 她的父亲是一位矿工 她出生后不久 就随父母从俄海俄州迁居到爱荷华州 并在那里成长 她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她只好去矿场工作 夫妻抚养家庭的重任 信主以后 她进入到旧式军中服务 多年后 贝娜和她的妻子都在旧式军中担任重要的职位 贝娜离开旧式军以后 一度是无宗派的传道人 后来被每一美会暗幕 她一心以主的话语为念 勤奋传道 足及遍及美国中西部 北美及加拿大等地 有一段时期 她完全致力于奋心布道会 有一次 她从外地布道回来 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因此 她审慎地思考 十字架的重大意义 从而真正地认清到保罗所说的 和基督一同受苦 效仿她的死 这首圣诗做于1913年 她先做了谱 好几次配上了歌词 都觉得不满意 直到最后 她才用这一首诗词 诠释了她自己的心声 同年的六月 芝加哥的一个培林大会上 介绍了这首圣诗 以后就不禁而走 流传全国 这首诗歌被灌成唱片以后 发行了千万章 在经过电台播放 迅速地进入到教会 布道会 家庭 医院 甚至监狱中 监狱中许多囚犯 都称她是囚犯之歌 我们知道 许多时候 诗歌和艺术作品 都是在作者去世以后 才获得人们的赏识 但是这一首《古旧诗价》 却是在不久流传以后 马上就获得了胜利 美国好几家广播电台 曾经数次邀请 听众选举投票 来选十首 本世纪最心爱的圣诗 在数万张选票中 古旧诗价 始终摇居榜首 贝娜和她的妻子哈拿 一共做了三百多首诗曲 关于这一首《古旧诗价》 还有一个见证 说到有一位宣教士 曾在中国广州 明星盲童学校工作 她见证说 该校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孩 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 有一次她发病的时候 刚巧这位宣教士的唱机中 播放着《古旧诗价》 那位盲童听了 《古旧诗价》 竟然安静下来 以后屡试不爽 还有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 要求电台为她播放这首歌曲 而她在听这首歌曲中 就在歌声中安然地归回天家 想不到《古旧诗价》这首圣诗 竟然具有对人心灵治疗和抚慰的超然力量 贝纳晚年住在密西根州的里德市 当地的商会 在她家附近树里一个十二尺高的十字架 上面写着《古旧诗价》作者 贝纳之家 晚上更有灯光照射在十字架上 远远就可以看见 直到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 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亲爱的朋友 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来和雅各摔跤 在黎明以前 雅各的大腿窝扭了 但是他一倒下去 就正倒在神的双臂中 雅各就紧紧地抓住神不放 直到得着了他所要的祝福 从此以后 一个新生命由此产生了 他倒下去的时候 是一个属地的 属人的 天然的生命 而他起来的时候 已成了属天的 属神的 超然的生命了 他那天早晨前行的时候 虽然成了一个疲弱残废的人 神却宣言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都得了圣 亲爱的朋友 如果神要我们进入最高最完美的一步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同样的征战 一切策略都会失败 所遭遇的尽是想不到的毁灭 到那个时候 我们必须从神领受超然的能力 才能站住 但是 在领受神超然的能力之前 我们必须先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完全顺服 我们必须停止我们自己的智慧 能力和公义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在他里面复活 神知道怎样引领我们走上这一步 他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引领我们经过 亲爱的朋友 神现在是不是正在引领你呢 你是不是正遭遇到了极严重的试炼 极困难的环境 极险恶的情势呢 你是不是没有神 竟然不能过去了呢 你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力量来得胜呢 去投靠雅各的神吧 将你自己无力的摔在他的脚前 在他慈爱的双臂中 让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死去 像雅各一样 带着神的能力和充足起来 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困难狭窄的处境 出路是在顶上 你必须向上走 才能得到释放 哦 巴不得你也能得到雅各所得到的一切 亲爱的朋友 人生的机遇稍重即时 而雅各是最会把我机遇的人 我们来听赵魏然牧师做的《机遇》 想天不幸不险不以 乘得远护不停 飘流不定 人生的记忆 少总继续 千不张开 千不切隐形 不离许 想尽风光雨 连连不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秘鲁伊勒和天使摔脚 雅各把握住了得神祝福的机遇 他一定要天使给他祝福 才容他走 在城市的旅途中 有多少时候我们坐视良机 正如刚才的这首诗歌所言 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 而圣灵的感动也是稍纵即逝 这首诗歌的词词 都是赵卫然牧师所作 赵牧师原籍福建 出生在湖北汉口 抗战时逃难入川 中学就读教会学校 接受耶稣基督 但不甚了解 他喜欢音乐 爱听圣诗 而深受其影响 后来正式临行 1949年 赵牧师高中毕业后 资深来到台湾 他曾从事社教戏剧宣传工作 1952年 信义会在高雄创办圣经学院 赵牧师乃入学受造 两年后在岗山传道 1955年 他被派往香港信义会神学院深造 他发觉基督教传入中国已过百年 而所唱圣诗 几乎全为外国作品 而中国基督徒 似乎为察觉圣乐的重要性 即如何以自己的音乐 来歌颂荣耀神 他极力主张 加强中国风格 圣乐的创作 因此决心从事圣乐施工 赵牧师在名声乐家 忽然教授指导下 获益良多 并获英国皇家音乐院证书 1958年 赵牧师回到台湾 在板桥信义会幕会 曾试作圣诗 1961年 开始参与信义之声广播工作 1969年 他奉派赴美国学习 在俄海俄州 威登堡大学 进俄两年 威登堡大学位于小山岗上 风景宜人 学校的教堂建筑 尤为典雅 每当薄木时分 教堂敲出的钟声 极能发人 忧死 赵牧师客居一向 门中有感 用小型手提竖琴 信手弹奏 谱成碗中一曲 这首歌曲 中国韵味盎然 充满了游子怀乡 仰慕救助的情谊 1966年 赵牧师学成回国 主持 信义之声广播节目 继而开创 新期剧院电视节目 当时 急需一首主题曲 赵牧师乃将刘美修习对位法时 之课业填辱心词 做成了机遇词曲 新期剧院取材于社会百态 利用机会教育方法 劝观众随时把握神的祝福 勿坐师良机 令他想不到的是 这首杨教授并不欣赏的曲调 从此不禁而走 广受大众的欢迎 后来也被惯之在唱片中 赵牧师先后 之交于香港进行会学院 和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 自1985年起 他是美国开录者 国际传播会的负责人 国际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际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片中 人生玄幻若不 其世界兴老路不懂 为首仰望救助释迦山荣 乱是梦安装 我心长生无穷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真理话语 在诗篇的118篇27节 耶和华是神 祂光照了我们 理当用绳索把祭身拴住 牵到坛角那里 亲爱的朋友 祭坛不是在呼召我们吗? 我们不是要请求绳索把我们拴在祭坛上 使我们永远不把我们的奉献拿回来吗? 我们常常在生活充满了玫瑰色光彩的时候 乐意选择十字架 而在天色灰暗的时候就退缩了 所以如果能有绳索把我们拴住的话 该多么好啊 圣灵啊 求你把我们拴住 拴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 求你用祭武恩的红绳 爱的精神 旺的隐神 把我们拴住 叫我们不能逃回旧日的宽路去 也叫我们不去羡慕别的命运 只羡慕做主痛苦悲伤中 卑贱的伴侣 亲爱的朋友 神的坛角在呼召你了 你愿不愿意来呢? 你愿不愿意永远居在顺处 谦卑的灵中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呢? 在一次野外聚会里 有一位弟兄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他每天晚上在祭坛旁边奉献自己 但是每天晚上 在他离开聚会以前 魔鬼就来使他相信 他并没有感觉什么分别 一定是神没有接受他的奉献 一次又一次 他这样被仇敌击 最后的一天晚上 他来附会的时候 带了一把斧头和一根长大的木桩来 他把自己奉献了以后 就把木桩定入他所跪的那块地上 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 魔鬼又来引诱他相信 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幕有趣的巨幕而已 可是弟兄立刻回到木桩那里 指着木桩说 你看魔鬼先生 你看见那个木桩吗? 那就是我的证人 证明神已经永远接受了我 魔鬼立刻就离开了 这位弟兄 对于这个问题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也受了引诱 疑惑你的奉献的话 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定下一个木桩 让他在神的面前 魔鬼的面前 做一个证人说 你已经永远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新香的鸡 陷在他的坛前 因为主耶稣曾应许我们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作词四伯独播集中 周杨 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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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良事必有 若主曾与我同在 我必不怕藏藏 若主曾令我心路 我必不知名何 当我活在这世上 时常与你情景 我知名乱的记忆 我挽有过身影 我细深处于山外 常有处的香气 当耶稣与我亲近 江湖灵魂高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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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灵魂 韩天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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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天 主耶稣 我曾应许 这首顺诗又名许愿歌 是包德牧师 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 行监政礼师所写 今天有些教会在行洗礼师 也会唱这首诗歌 原诗共有六节 现今的诗歌本 一般采用三节或四节 他编著的诗歌 出版了诗词共有三次 但流传不朽的 仅是这一首歌 这首诗歌 清晰地表明 信徒凌晨 诚恳地祷告 无论生命中有任何的变动 但愿自己能够侍奉主 直到最后的那一天 第一节 讲到与主同行 恪守正道 第二节 讲到要抵挡 世间引诱和内心的悖逆 第三节 求主护比心灵的清醒 第四节 与主相互的许诺 这是一首对青少年基督徒 充满挑战的诗歌 全是对基督 有仰慕清净的祈求 人对神的许诺 时常食言 或是半途而废 神对人的运许 却永不落空 让我们常常唱这首圣诗 提醒自己的许愿 而是主致死忠心 你向神许愿 偿还不可迟眼 因他不喜悦愚昧人 所以你许的愿 应当偿还 你许愿不还 不如不许 这是传道书 五章四节五节 对我们的提醒 诗歌的作者 包德牧师 是英国人 父亲是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是郝德福奖学金的第一位得主 1841年 他被按摩 历任牛津及剑桥大学的项目数十年 1855年 被牛津大学聘为班冬奖座 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这首诗歌最初引用天使的故事 里面的曲调 曲调简单一唱 能够表达诗词的原意 原作曲者是著名的管风琴家马鞍博士 他是研究韩德尔作品和训练儿童诗般的权威 现在的中文诗集都采用词调 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首先要和你分享一段旧约的圣经经文 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亲爱的朋友 关于等候神的真理 我们已经听得很多了 有一篇文章 是翻译自微小的声音 他写道 有些人说 我们一旅行了所有的条件 神就要立即答应我们的祷告 甚至有许多人相信 因为他们说 神永远是现在的神 在神没有过去 也没有将来 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 实行他的命令 立刻我们的需要就可以得到攻击 我们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得到答应 这种信仰虽然有许多真理 但是可惜的是 只表达了真理的一面 神永远是现在的神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但是神行使 是有他的时候的 一个存在神前的请求 就好像一粒落在地里的种子 必须有从天上来的力量 多方栽培 神的应许才会实现 亲爱的朋友 神行使 有他的时间表 有他的时候 因为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有一位牧师 名叫印炳德 他曾经全家移民美国 在25岁的时候 他深深地体会到 神要我的是什么 比我能做什么 更重要 于是他依然返回台湾 在华省完成了装备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作 表明自己的心愿 这首诗作就是 主啊 我情愿 这首诗作完成之后 一直锁在抽屉 直到1975年 第一届东南亚圣月促经会 在台湾召开的时候 印师母碰巧遇上 萧泰然教授 请求他为这首诗补曲 萧教授在几天内 就完成了 与此完美配合的乐曲 但是却没有马上复印问诗 直到1978年 在印炳德牧师的 追思礼拜上 才首次献唱 如今已经过去 二十多年了 这首诗歌 不断地被人传颂 正如希伯来书 十一章四节所说 他虽然死了 却仍旧说谎 优优独播awning 亲爱的朋友 一个愿意为主所用的人 他必定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 他也必定是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 虽然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 但是神的恩典 依然借着他的仆人在说话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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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下面我就为你来播放开录者圣乐队 为你演唱的这首 主啊我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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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情愿意为主啊我情愿意为主啊我情愿笋 主啊 我情愿 顺服祢的职礼 接受各样十年 一生信靠祢 主啊 我情愿 拥有祢的爱情 舍弃一切所在 永远属于祢 唯有祢是我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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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拜主是祢 我就不信愿 阿们 主啊我情愿的作者 是应禀德牧师 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家庭 在中学的时候就发起组织了高三祷告会 在大学的时候担任教会以及校园团契的领袖 在他服兵役的时候 也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 有一个晚上 当他从教会聚会回来 发现一颗炸弹击中了他的营房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他 应禀德牧师在高中的一个特别聚会中蒙着 但一直觉得自己捉口奔舍 大学毕业以后 他又在政府部门上班 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 神让他看到摩西被呼召的时候 也同样以捉口奔舌为推托 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造人的口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当说的话 当下 易牧师马上放下工作 报考了华神的第二次招生 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一年以后 他随家移民美国 在圣路易城的圣渊神学院继续就读 后来他被神感动 继续回到台湾华神 完成装备 主啊 我情愿 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为主啊 我情愿 谱曲的肖太然教授 他出生于台湾高雄市 他从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以后 继而在日本武藏野音乐大学 专攻钢琴以及理论作曲 1967年 他学成返回台湾 先后在专科学校以及大学之交 1977年 他们全家移民美国 定居在洛杉矶 1983年应聘加州大学音乐系 肖教授在求学时代 与他父亲合编的神剧 耶稣基督 是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首神剧 经许多诗班和创团演唱 都很成功 2000年 肖教授完成了浪子的轻唱曲 2001年 他完成了福尔摩梭震魂曲 都具有非常的震撼力 亲爱的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 凡等候耶和华的 都是有福的 应秉德牧师 愿意来等候神 愿意来为主所用 神就是作口奔舌的 写出了优美的 主啊 我愿意 肖太元教授 一家顺服主 为主来作见证 神就大大的使用 祂在音乐上的才华 来为主发光 当我们愿意舍去自己 愿意来为主所用的时候 我们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 虽然死了 却仍旧说话 不关注 最近是指甲斑 天下迎着享受 和心跟随你 主啊我情愿 顺服你的职力 接受的两十年 一生幸好你 主啊我情愿 拥有你的爱情 舍尽一切所谈 永远属于你 唯有你 是我所爱 唯有你 是我所爱 唯有你 是我所求 启买主是你 我祝父亲愿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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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vind 阿们 阿我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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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的性质 完美的喜乐 已不在于此 不在于此之物 两弟兄啊 如果小弟兄 能够以他动听的道理 使所有不信者 信主 完美的喜乐 不在于此 就在于此之一 如果 我们到达天使之后修院 全身被大雨淋透 四肢挺僵 满身泥泞 肚腐饥饿地 走到会院前后门 守门的弟兄 怒气冲天地问道 你们是谁 我们回答 我们是你的两位弟兄 他只是藐视说 你们这两个 游手好闲的懒人 他不给我们开门 让我们在冰天雪地 和饥渴寒冷的情形下 倒站地站在门外 直到深夜 这时 如果我们泰然接受这些 这些侮辱 完美的喜乐 就在于此 就在于此之二 如果我们继续扣门 守门的气愤而出 立声骂道 你们走吧 这些讨厌的东西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里没给你们 预备的饭和房间 我们仍然 忍耐高兴地接受 完美的喜乐 就在于此 就在于此之三 假若我们因饥饿 寒冷 所逼迫 更加紧地扣门 也提气地求他 为爱天主 而给我们开门 让我们进去 而他却大发雷霆说 这些无用的小贼 我要给你们好看的 他就出来 右手握着粗棍 左手抓住我们的绘帽 把我们推到雪里 把我们打得满身伤痕 如果我们高兴地忍受 这所有的恶行和侮辱 反映出 都是为了爱基督 而耐心地忍受 这些痛苦 两弟兄啊 写下来 这就是完美的喜乐 就在于此之结论 结论来了 两弟兄 在所有圣神的恩惠 和赐予之上 基督给予他的朋友们的 就是为了爱基督 征服自己 征服自己 和愿意忍受苦难 因为我们不能够 因为我们不能够在其他天主 神要恩赐上去光荣天主 因为他们本身是来自天主 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但我们可以在磨难和痛苦的十字架上 去光荣天主 因为这是我们的 赞美耶稣基督 和小穷人方记 帮助我们找到了 完美的喜乐 首先 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 神的恩典话语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昭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违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 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 凡凭眼见的 就不是凭信心 乃是凭理由了 轮船 轮船横渡大西洋 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的 我们在海面上 看不见什么途径 看不见什么海岸 我们却能一天又一天的 在航海图上 画着标号 当轮船前行了若干海里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会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是怎样来测量 我们所画的行程的呢 我们的船长 每天会拿着他的测量器 望着天 借着太阳 来规定他的行程 他是借着天上的光 不是地上的光 来航行的 信心也是这样的航行 望着天 借着神的光 虽然并没有看见 航线灯塔或者途径 许多时候 信心的脚步 似乎牵引我们 进入了黑暗和灾祸 但是神开了路 夜半变成了黎明 让我们今天 也这样前行吧 不是因着知道 乃是因着相信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 常常要先看清路程 才肯起行 这样怎能在基督里 有长进呢 信 望 爱 是不能像长熟的苹果那样 从树上摘下来的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 后面接着就说 神 神是全能的 神不单引领那自己 帮助自己的人 神也引领那自己 不能帮助自己的人 亲爱的朋友 你只要心里依赖他 就是了 要知道 良好的机会 常常是因神圣过度 而失去的 我们的主耶稣 祂不但是救赎主 祂也是我们的牧者 引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 道路 如若我迷离他 祝阿弗 当雨格言识连华道 就不再挂 不断过时能救救 带不住我 无知情话 早上我八卦 救助耶稣在我身旁 春天我秋天 有助同心我无光光 天夜我败走 我自主地持阿弗陪我 青岗上我身旁 就离我难过 祝阿弗陪我 无知情话 祝阿弗陪我 无知情话 虽然我远离所有的大草木 当我寄离却有三朵 无知情话 祝阿弗陪我 无知情话 早上我八卦 救助耶稣在我身旁 春天我秋天 有助同心我无光光 黑夜我败走 我自主地持阿弗陪我 青岗上我身旁 祝阿弗陪我 当耶和华 祝福亚伯拉罕 离开本地 本族 父家 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就遵照神的吩咐 往迦南地去 寄而南迁 他凭着信心前行 因为他知道 神是他的牧者 随他而行 有神慈爱庇护 虽难免有忧伤 惊讶和失恋 但是都可以安然度过 《我救助和牧者》 是一首很美的诗歌 作者考古飞 出生于美国的勘扎士州 他大学毕业后 在学校教书一段时间 后转为歌唱步道家 在这期间 他写作了一些福音诗歌 本诗歌就是其中的一首 后来 他在美南进行会国内步道部任职 并成为该部四重厂之一 1931年 他开始在家乡 从事房地产事业 退休以后 定居密苏里州 有许多时候 我们要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才敢起步 但是 只要有主引导 我们就不用害怕 我们来听 伟爱莫做的 《我必引导你》 我又是心心又坚定 我无间斑念到你 你 且我想我又要信任 我又要信任 我 那我心灵彼所爱我 彼此时还藏了我 我就要让我引你走 你是你的脚了我 不要把我与你同传 引到你不离开 不要解放 无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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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信任 我 我要心放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 今天的《圣经章节》 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一天晚上 我去听一篇 要将自己献给神的演讲 在这篇演说里面 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动 但是当演说者 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他说 哦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可以信托 那替我们死的救主 这句话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 当我回家的路上 我走着 我想将自己献给神 也许会影响我一生的事业 我的心就畏惧了 但是 那个信息的声音 却提醒我 你可以信托那 替你死的救主 在坐在回家的火车上 我又想到 将自己献给神 也许会遭到许多改变 许多牺牲 也有许多失望 我的心又畏惧了 回到家里 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以往的失败 我虽然做了一个信基督的人 也是一个教会中的执事 还在主日教学里面 担任校长的职务 但是 我却从来没有将自己 完全地献给神 我又想到了 当我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 也许要 将我心爱的计划 给取消 将我将来的希望 也给消灭掉 还要放弃 所选择的职业 我的心 又开始畏惧了 因为我看不见 神要给我的那些 更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的心 一直在萎缩 最后 那信息里面的那句话 带着责备的口吻 再一次临到了 我心里面的最深处 他说道 我的孩子 你可以信托那 替你死的救助 如果你不能信托他 你还能信托谁呢 这句话 替我解决了一切的问题 因为 在一眨眼间 我就看见了 那爱我 甚至替我死的救助 是绝对可以信托的 他对于他所拯救的人 是完全负责的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在选择职业 选择我们的师奉 选择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地来信靠我们的事 迈克康盖曾经说过 朋友 你可以信托 那替你死的救助 你可以信托他 如果不是应当挫折的计划 他绝不会去挫折他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着神的荣耀 和你的幸福 你可以信托他 他将引领你行走 那对你最合适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将自己完全献给主 主必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相信 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也必要引导你的脚步 使你不向左 也不向右 能够行在他的质疑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献祭于主 我一生求主管理 愿先生心作我寄 我光阴全归主勇 爱不够宝珠恩宠 再求主宝贝 血泪洗净 是我冲雪千朗的乘生 祝我命我心 一切都归宁 从今日至到永恒 是我口是长颂扬 赞美我荣耀尽王 是我口满有足颜 各处宣将在人前 在旧主宝贝 血泪洗净 是我冲雪千朗的乘生 祝我命我心 一切都归宁 从今日至到永恒 亲爱的朋友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 献祭于主 作者是海文格 他自述这首诗歌的起源 他说1873年的12月 我去有人的家里 做客五天 他们家共有十个人 其中有的人 虽然认识主很久了 但是却没有接受救恩 有些是基督徒 但是却没有喜乐 于是 我就向神祷告 主啊 求你将这屋里的所有人 都赐给我 神听了我的祷告 成就了我的愿望 在我离开朋友家之前 所有的人都决志奉献 在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赞美 和献身心为活祭 求主管理我们的一生 我自己也再一次得到了更新 那一天晚上 我过于兴奋 一直无法入眠 这首诗歌 就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 一句接一句 直到最后那句 完全属主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 这首诗歌 就是引用了罗马书中 十二章的第一节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在这首诗歌里面 所用的曲调 常常是用的马兰 所作的曲调 马兰是一位 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 他后来被神重用 在法国 比利时和英国等地 传扬福音 马兰是法国的圣诗史上 最伟大的作者 在节目的开始 我要先与您一起来分享一段 神的信实话语 今天的神的话语 是在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九节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亲爱的朋友 一个蒙恩的基督徒 为什么要为基督受苦呢 神好像开办了一所 严谨的学校 在学校里有许多功课 都是要在眼泪中 费力研究才能完成的 菲克斯托臣说 哦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给了我 五十八年的训练 他的困难 变成了他的胜利 我们的天赋 所开办的这所学校 不久就要结束了 我们能受训练的日期 也一天一天的减少了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不要 为说难学的功课 以及逃避教编的惩罚 如果我们能够 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 直到在荣耀中 学成毕业的话 我们一定会觉得 冠冕更加美丽 天堂更加可爱 这是科勒对我们所说的 我们知道 世上最精细的瓷器 都至少要经火烧过三次 有的还不止三次 比如 绝来斯登的瓷器 总是烧三次的 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 一次就够了 至少两次应当够了 不 瓷器必须烧过三次 然后 其上的金色和红色 才会更加美丽 更加牢固 麦友曾说 人生 也根据同样的原则 试炼一次 两次 三次地临到我们 感谢主 靠着他的恩典 这些美丽的颜色 会永久 存留在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所学的功课当中 宣教也是一门难学的功课 让我们不畏缩 怀着忍耐的心 满有喜乐地 参与到神的宣教施工中 下面我们来听 林合成做的 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冲涌长鸣 春残土司徒无尽 有一个声音 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 像耶路撒冷 风霜旋日 一致更坚定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使要的声 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 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冲涌长鸣 有一种爱像那夏冲涌长鸣 春残土司徒无尽 有一个声音 随促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 像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 风霜雪雨 一致更坚定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使要的声 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 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冲涌长鸣 春残土司徒无尽 有一个声音 随促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 像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 一致更坚定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使要的声 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后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 每个角落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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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备受祖母宠爱 是一个小霸王 少年时他是一个运动健将 可是在学校 他却逃课 打架 抽烟 进入社会以后 更是动刀动枪 成了流氓 开了四家赌场 有一天 他见自己的未婚妻 被他的哥哥打骂 就上前和他的哥哥打了一架 第二天他在阳台浇花的时候 背后遭人袭击 从五楼跌到一楼 从此 他那引以为傲的双腿 就瘫痪了 他在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 情人节那一天 他的未婚妻 去医院探望他 不幸在途中发生车祸 离开了他 出院以后 他想要好好活下去 维持生活 他很快学会了一技之长 就是电脑排版 然后他开设了公司 当他信主以后 就怀着火热的心 无事自通地弹着吉他 创作了这首宣教的中国 不久 林和成又一次恋爱 却遭到女方家长的阻拦 这个打击使他再一次 堕入谷底 他怨恨自己的残疾 愤慨婚姻美梦的破灭 有两三年的时间 他远离了神 过着醉生梦死生活 甚至他否认 自己创作了 宣教的中国 后来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弃而不舍的关爱下 把他再一次带回到教会里 他的生命又一次更新 林和成就像那发出 灿烂光彩的瓷器一样 为主在海外各地做见证 他坐着轮椅 到监狱 到医院 去鼓励像他那样失忆的人 他说 我过去当流氓时 拿刀拿枪一条人命 根本算不得什么 可是我现在觉得 一条人命是一个灵魂 是十分宝贵的 亲爱的朋友 有人说 有太阳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在流汗 有月亮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在流泪 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 我们要有普世宣教的概念 在凡与中国人的地方 都要为主来传讲他的福音 不论是在中国的南方 北方 不论是在中国以外的海外 都要为主来做见证 将他的大使命传讲出去 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圣经章节 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亲爱的朋友 我与您来分享一个残茧的故事 我有一个天鹅的茧儿 差不多藏了一年 它的结构非常特异 一头是一条细管 一头是一个球形的囊 很像试验室中的细井瓶 当鹅出茧的时候 它必须从球形囊那里 爬过那条极细的管 然后才能脱身 飞翔在空中 它的身体这样肥大 那条管这样细小 人人都会吸气 它怎样能够出来呢 一定会碰见许多难处 花费多少心机与力气 据生物学家讲 它在坐拥的时候 翅膀萎缩不发达 脱茧的时候 必须经过这一番挣扎 身体中的体质 才能流到翅脉中去 两翅才有能力 飞向空中 有一天 我恰巧看见那九球的虫儿 开始活动了 整个的早晨 我忍耐着 在它旁边 看它在里面 努力 奋斗 挣扎 可是还不能前进 丝毫 它似乎再没有可能出来了 最后 我的耐心破产了 我就想 我比造物者 更智慧 更慈爱 我决意 要帮他一把 我用我的小剪刀 把剪上的丝儿 剪薄了些 让它出来的 稍微容易一些 这真是我得意之作 看呐 一会儿 我的额很容易地爬出来了 身体是反常的臃肿 翅膀是反常的萎缩 我守在它旁边 为它徐徐地伸展 它的翅膀 显露它细小精致的菜纹 其知 大失所望 我虚似的温柔 尽成了祸根 可怜的虫儿 非但不能扑着它 带红的翅翼 飞向空中 呈现它完全的美丽 竟很痛苦地爬了一会儿 就不受而终了 啊 是我的智慧和慈爱 害了它 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儿 被我强势流产了 许多时候 我们看见人们 在忧愁 困苦 艰难中挣扎 我们觉得很是可怜 我们常常愿意 把神的法则 变更 给他们属人的帮助 可是 眼光浅进的人啊 我们怎么知道 这些唏嘘和身影 不是他们的必须呢 目光深远的 完全的爱 为要使人们得意 值得不顾怜 他们目前 暂时的苦楚了 我们父神的爱 正是如此 因为他爱他的儿女 所以 才总是管教 要使他们 有份于他的圣洁 有了这样荣耀的目的 他才不顾他们的眼泪 神 使他的长子 在苦难中 得荣耀 照样 也使他的众儿女 在患难中 学习顺服 得以 进入荣耀 亲爱的朋友 有许多基督徒 在遭受试炼的时候 都喜欢唱一首歌曲 恋我 欲经 来得到安慰 与激励 即使当我们失去 最亲爱的人时 想到 主以自己来代替 就能够填平 这失落的空间 内心的创痛 就得到主的抚慰 你若不压杆烂盛 它就不能成牛 你若不透不透柔蟑 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连那大成狗 它就不留芬芳 如果这人是否也有 受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 都是证明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与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我所有过往 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乐许我过往 我就愿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谢愿 不惜任何代价 你若心悦病得荣耀 我没任何十字架 每次的打击 都是证明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与自己来代替 我要赞美 要赞美 赞美喝得甘甜 我便赞美 我便赞美 随我便赞美 便流泪 感甜 并情更加甜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比你心愿可抱 好 祝我只有一个 这个乐ơ 你能家自我减少 没有 一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亲爱的朋友 天鹅若不在剪中折服等待 不能展翅飞翔 橄榄若不压成渣 就不能出游 铁若不经火炼 岂能够成钢 基督徒因为受到试炼 领命才得以成长 许多的基督徒 在遭受到试炼的时候 都喜欢来唱这首 炼我玉金 从中得到主的安慰 与激励 哪怕是失去最亲爱的人 想到主以自己来代替 我们那失落的空间就被填平 我们内心的创痛就得到抚慰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尼托森弟兄 他源及福州 身于广东汕头 在福州长大 并受教育 他十七岁的时候 蒙恩得救 追随英国的传教士 何首恩多年 何教士是一位诗人 他写了很多圣诗 尼弟兄羡慕他的才华 背了一千多首唐诗后 写了三十多首诗 很得意的成语何教士 何教士没有看 只是对他说 你还是拿回去 免得有一天为此汗颜 事隔多年后 尼托森弟兄才领悟到 必须有圣灵的感动 才能写出感人的诗篇 尼托森弟兄 在一九三零到一九七零年间 影响中国信徒 属灵生命的复兴智举 他的诗分成两个诗期 一个是青年时代 一个是壮年时代 壮年之后 他有二十多年 是在狱中度过 青年时代的代表作 如主爱长阔高深 这首诗歌的故事 是尼托森弟兄 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友 长大以后就读燕京大学 成为燕大的校花 尼托兄在高中的时候得救 就开始传福音 他一直为他的女友祷告 结果却令他失望 他在竹里挣扎 爱谁比较多 有一天 他为圣灵浇灌 毅然焚毁过去彼此往来的书信 并告诉他 基督是我的爱人 自此 他白天在街上 提着灯笼传福音 千百人因他得救 在他完全顺服主后 他的女友不久也蒙恩得救 主还是将所收回的再次给他 他壮年时代的诗歌 代表他属灵生命的经历 《恋我欲经》 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他主张 背负我们生活中的十字架 神安排各样环境 来拆毁原来的老我 然后建立 栽质 这首诗歌的曲调 引用的是美国民歌作家 福斯德·索普的曲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此起手交给你 你要得为业 亲爱的朋友 圣经中常常讲起 信徒该怎样等待神 这个真理不能够太偏颇于一面 承软 有许多时候我们非常容易不耐烦神的耻眼 我们的生活中多少的烦恼都是处于自己的纷扰、鲁莽和交集 我们不能够耐心等待果子成熟 只管把青色的果子采下来 我们不能够耐心等待我们祷告的回应 不管所求的须有较长时间的预备 我们想和神同行 不料神却行得很慢 这些都是我们的失败 不能耐心等候神 然而 圣经中还有另一面的真理 就是神 常等待我们 可惜 我们总是耽误神 多少时候 我们没有得到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祝福 因为我们不上去接受 虽然 有时我们的损失 是因为不等待手 但是 多少时候 我们的损失 也是因为等待过度了 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静坐 也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迈步向前 圣经中有许多的应许 都是带条件的 在我们方面 必须先有条件的旅行 然后 神方面 才有应许的实现 我们开始顺服的时候 神就开始 祝福我们 神给亚伯拉罕 许多的应许 可是 这许多应许之中 没有一个 能够实现 当亚伯拉罕 还等在 迦勒底的时候 他也必须 先离开本乡 本族 本家 以及一切的朋友 到一个异乡去 然后 神才一箭 一箭 成就他的应许 主肯 医治十个 长大麻疯的 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他们在什么时候 得医治的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如果他们等待 要先看见 他们的肉 洁净了 然后才去 他们绝不会 得到医治 神等待 去洁净他们 只要他们的 信心一开始活动 祝福就来了 亲爱的朋友 弥勒说 当以色列人 被仇敌 追逼到红海的时候 神吩咐他们 往前走 他们的责任 不是等待 乃是鼓着勇敢的信心 起来往前走 还有一次 当他渡过 泛滥两河的约旦河时 他们必须先有信心 身足入睡 信心是一把钥匙 一把开入应许之地的 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 是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他们若不走进那门 用钥匙去开门的话 门就绝不会自动开启的 哦 亲爱的信徒 今日我们的命定 在世界征战 当然 我们绝不能得胜 尽不堪仇敌一己 然而 我们凭信心 冲过前线的时候 就有那唯一的得胜者 来到我们身边 替我们征战 靠着他 我们已经得胜 有余了 如果我们犹豫 战精 等候那得胜者 先来了 然后向前征战 我们就一定会空的 这就是不幸的过度等候 神今天在等待 要厚厚的赐福于我们 我们应该用勇敢的信心 前去接受 因为从此起手 我要教给你 你要得为业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常常亲近神 从神的话语中 从祷告中 从圣灵的代理中 知道神的旨意 因为竹林我 何往必去 被其世家来赶葬我 我听见主此声 我受伤命 属灵罪过 当将你所有宣伤 当将你所有宣伤 伤灵罪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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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李宗盛 有一次我 李宗盛 在外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去认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的帐 神的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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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走天 李宗盛 根据1650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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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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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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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中 保留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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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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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